在北京需要一份稳定 我要让我自己放松 我要让我自己过得开心 我真是比较严谨 然后真的喜欢去张罗一些事 我应该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各位老师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郭丹 今年30岁 我是来自河北秦王岛 中专学历 我是2005年 一个人来到北京创业 今天呢 我来到这个舞台 是想找一个传媒类型的公司 做项目的知情经理 或者是活动的公关策划 谢谢 好 当郭丹说到自己30岁的时候 我就听到你 哇哦 30岁 你们是觉得什么 年轻啊 30岁也是80后 81年 81年对不对 没有上大学 直接上的是职业中专 中专毕业之后我就直接创业了 创业了 对然后自己在我们当地做了一家品牌的专卖店 后来这家店呢 然后我20岁的时候就结婚了 20岁就结婚了 是是是儿子还是女儿 女儿 你女儿八岁了 对上一年级 你女儿上小学一年级了 对 我儿子才三岁 你女儿八岁了 对我比较早婚早孕 我就是因为怀孕到后期 然后没有办法打理那个店了 然后家里边没有人帮我 然后就结束掉了 大概两年吧 因为婚姻生活不太幸福 就跟我先生分开了 所以你现在是一个单身妈妈 对 对吧 一个人带孩子 没有 我的孩子的抚养权在我前夫那里 前夫那 对 你没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有三五个月 所以三五个月一直在找吗 有在找也一直在想 我到底下面要做什么 所以就有了今天你提出来的 这个相对比较奇怪的职业诉求 我想做项目的执行经理 传媒类型的公司 我因为在之前在广告公司做过 然后我是负责的项目就是 给一个国际品牌的一个手机 做市场推广 还有促销的一些活动 录演这些 然后还有一些 比较大型的一些会议 明白了 所以你现在要找一个 传媒公司的项目运营 项目经理这样的工作 我让我问一个问题 东伯 这个你刚才说呢 是曾经给手机啊 做这样的一个推广 我很想知道你给一个产品 去做推广的时候 你都会做哪些工作 如何推广 我们主要是客户提的很详细 然后我们主要是做一些 商场的促销跟推广 明白了 他所做的不是一个项目设计工作 而是一个非常简单 人家告诉你去执行 你去做 比较低端的执行 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不是我想问你一个专业的问题 好 换完 其实活动执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五表 你能说出来吗 或者说不是五表 你有什么文打 不就是五个表 就是 对你常用文打 我看公司都知道的 五表是专业用语 你能说说这五表吗 嗯 五表 说不出来 你不可能靠你的笔记本 去核对这些事吧 最基本的 有之前 有设计的一个PPT的一个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 人员编制的安排 还有一些活动的预算 还有 整个场地安排的一个时间表 然后还有所有联系人的一个单子 我具体我工作的这家广告公司 我接触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欢欢五表是什么 他其实说的差不离 现场流程表 他刚刚讲过了 活动现场的人员分工表 人员分工表 预算表 预算表 对 然后有那种说媒体清单 哦 媒体清单 对 包括这些就是五个表格 他只讲的是差不多的 欢欢你也说了四个 说了四个 还差一点 欢欢你说了四个 我说四个吗 对 现场流程表 哦 人员分工表 预算表 预算表 还有什么 媒体清单 媒体清单 还有一个 时间 时间表 不是 流程表演 舞台灯光和check的那个表格 我从欢欢的眼中看到了闪烁 他把自己引到了一个自己不擅长的 好了 反正欢欢提出来五表 自己也说的啰七八松 也说的非常的混乱 但是没关系啊 因为他在那是老板 谁会去找老板 就来 员工在这一站 老板 你说一下五表 只有老板有资格说 你说一下五表 虽然都说不太出来 但是老板就可以在这说 说不出来五表啊 老板 反思吧 来吧 好 这就是郭丹的基本情况 大家有一个初步判断了 有经验 但是经验大多呢 是比较简单的这种执行性的经验 你们决定让郭丹继续 还是离开 十二位请选择 小辉离开了 是雷离开了 小夏离开了 东坡离开了 泰丽 欢欢 许怀者 谢谢 泰丽为什么离开 因为他所从事这个行业 我特别理解 他完全属于最末端的一种 执行的那个层面 所以对于一些个人脉的资源啊 还有一些个 我们需要那些 很多的 他都目前可能不太具备 其实我是蛮欣赏你的 我觉得虽然是单 单亲妈妈 而且这么年轻 这么大胆的走出来去找工作 这我是蛮挺你的 其实 通过刚刚对他的了解 我分析他是一个成人型的 他是一个适应能力非常强的 这种职场的人 我觉得一个项目交给他 哪怕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我相信他能做得很好 好 谢谢 谢谢周老师的点评 还不错 剩下了五位 你要向五位证明 天生我有残 现在五位 提问的权利在你们手里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你之前你说 你开过两家品牌店是吗 对 你这个是加盟的形式做的吗 对 加盟的 然后从选址到各个方面 是由你自己亲力亲为去操作的吗 对 好 问题问完了 谢谢 我觉得刚才他们都在说你做的事情太低端 我觉得没有关系 什么事情都可以学 你今天站在这儿就是来找机会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要找机会的心 会让他对得到的这个机会非常珍惜 那实际上我有另外一个问题 你是做过创业的 自己创过业的 对 你是自己做过老板的 那你怎么看待做老板和被老板领导的关系 作为一个老板来讲 我应该第一知道他们的状态在什么 然后他们的理想跟目标是什么 这样我才能带着他朝我想要的目标去发展 明白了 你知道文杰你每次提的问题啊 我在这儿想 我是个求职者 每次你提的都是最难回答的问题 因为没有标准答案 我听出来你就说我喜欢挖坑呗 是我的意思吗 我就觉得就是猜领导想什么特别难 非常难 我猜了这么 我猜了快四十年了 我就猜不清领导想什么 所以只能当主持人了是吗 少康老师终于自己挖了一个坑 自己跳进去 然后自己把自己埋了 不能聊了文杰 聊不下去 来你们俩聊吧 我跟你聊吧 就是我们欢欢班是做创意职谋的 事实上是做你职业生涯规划的一个参谋 我觉得你的职业生涯规划 必须跟你个人的情况去做一个紧密的联合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行业 但它不适合一个单亲妈妈去做 如果你做为打工者的话 因为这个行业的工资是不高的 你就老觉得他工资不高和太辛苦 对不对 我可以打断一下吗 但是你要知道他现在相当于单身 小孩子是跟你一起生活的吗 我也正想说这个问题 他现在在秦皇岛 然后爷爷奶奶照顾 然后还有我父母照顾 我基本上每个月是回去 从三十岁的女性的职业生涯规划和生命周期 和公关公司招人的这个特色来讲 三十岁以上基本已经属于公关公司里头 不怎么愿意去招的一个年龄段了 文杰是有意义的 他一再再强调 他没有和孩子在一块 其实他相当于单身 而且另外我觉得 他是经历过生活的坎坷的 他得到机会他一定会珍惜 实际上刚才我前面那个问题 他最后没有回答 我为什么要问 他怎么去考虑当一个老板 还是被老板管理 就是说他的心态 是不是能转为一个被领导的态度 这个非常重要 而不是时间问题 亲爱的 你一定要听我的 为什么 这个行业的女生嫁不出去 坐在这里的我三十七岁了 我还单身 我想告诉你的事 虽然你三十岁 三十岁还加入公关行业 对你以后的婚恋绝对不利 如果你到了三十岁 你一定得考虑新家庭的组织 和新的家庭的以后的兼顾吧 这是欢欢的建议 我讲的是很心底的话 很现实 我第一个对他做一个肯定 他做他所描述的那些事 实际上是很职业的 虽然他说不出五表 当然黄欢也只说出了四表 但是他其实是可以做这些事 因为我已经脱离这个行业很多年了 你要原谅我 第二个呢 就是台上有十二个人 这十二个人其实都是从自己的立场 自己的人生阅历去给你提供经验 但是选择权 决定权是你自己 没错 好 现在一 二 三 四 五位 还有五位留了下来 五位请选择 郭丹应该继续 还是离开 不错 真的不错 听一下 四家分别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职位 然后你走上前去 把其中两家的灯灭掉 吉乌特 李灵霄 你好 我这边提供给你的职位 就是加盟部的招商专员 非常好 下一位 熊华丽小姐 我们有一个这个渠道拓展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好的 时尚好管家 文杰 我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 那我首先感谢你长得很漂亮 而且穿得很得体 所以我现在能提供给你的是一个销售的一个位置 好 百合网目言 我们是一家相亲网站 所以呢 组织相亲活动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 我们现在在招这个活动经理 然后同时呢 是在北京 但是它会辐射到周边的地区 包括秦皇岛 这样你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回家看看你的宝宝 而且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你的另一半 好 这样四家公司给提出来的四份工作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两盏灯灭掉 谢谢穆颜 我给你送送你一下 给他提到 谢谢穆颜 郭丹 头脑非常清醒 最后他给自己留的这两家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一家是吉务特 一家是时尚好管家 你要跟这两家谈钱不伤感情 说薪水就是我大概个人这边 因为我现在大概每个月的花销大概要七八千左右 然后我比较理想的就是想要有四千到五千的底薪 然后加一些项目的提倡这一类的 我能插一句吗 小辉 因为像这个刚才这个他提出的这个问题 我们在面试当中遇到了很多 就是比如说我想要三千或者想要四千还是想要五千 那么我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多 那么所有的答案基本上就说比如我在北京我要住房 然后我要吃饭 我要穿衣 大概我需要那么多 那么我想对求职者的一个建议就是 其实这是仅仅是你的事 这与我无关 你们这些赤裸裸的资本家 所以说你应该要去想一想你能给聘用你的人创造多少价值 当你能给他创造四十万的价值 我想他一个月给你四万都没有问题 我觉得你要考虑一下你到底想要什么 这两个职位有点不一样 到底你想要怎么样的工作状态 在考虑的时候不要只是看钱看看那工作的内容 看看自己的情况 好 过单 吉务特 时尚好管家 自己来 李总您这边的待遇大概是 你好 作为一个交商专员的话呢 我们的底薪大概是两千五的底薪 然后每谈成一个客户的话 我们是客户的首批的这个进货额度 大概是百分之一到二的提成 文杰老师 好 文杰老师您这边能给到的待遇大概 和林潇一样 两千五加奖金 奖金是多少有你的价值决定 有你创造的价值决定 我可以插个嘴吗 一个活动的项目经理的话 他一个月的薪水最起码是五千到八千 如果他自己独立带项目的话 一个项目他的收入不会低过一两万 是最最起码的 如果一个项目都没有几万块营收 他都不要做项目了 欢欢 欢欢 其实我看出来了 现在你最好的一个选择 是自己创公司接黄欢的活 可以考虑了 欢欢我跟你说 在你已经把灯灭了之后 你不带就这么拿钱挤的其他公司 那刚刚大家不都这么对我过吗 不 就我们要有宽容心 别人 妈 我是真心为他着想 我觉得你应该是那样的人 就是有人打了你的左脸 我们伸右脸给他打 就显得我们宽容 因为你选择一份工作 就是选择一个圈子 你一定要胜入圈子 第二个是你已经作为一个单亲的妈妈 走过人生的坎坷 你要更考虑自己未来的性价比和人生的方向 好 谢谢欢欢的建议 国战所以我给你思考的时间 在思考结束之后你告诉我 你的选择是吉务特 还是时尚好管家 还是你选择跟他们两个人说 谢谢 有机会下次再合作 15秒的思考 我选择时尚好管家 我选择时尚好管家 合成系列手机 对 我可能是看上时尚好管家这个公司的平台了吧 能销售做起来 老板他们看我比较减确的 说我的经过生活这些坎坷之后 可能会更珍惜一些机会 我的确是这样 我相信我肯定会好好做 这个部老板看到这样的地方 好 加油 谢谢 可以了 加油